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又有新魔術學了 今天學甚麼呢? 不如這樣吧 也是信封的 好了,非常簡單的Jet 信封1234,想一個出來 預備,1234 撕碎 然後 把它吃掉 推一推的時候 很快就會 又還原了 怎樣做呢 立刻又教大家 準備好了嗎 今次要用兩個信封 為甚麼呢 第一個這樣 做少許準備 將信封沿著邊邊 輕輕地撕碎 我們撕的時候要記住 不要跟著這條 線去撕 是有多一點的 為甚麼呢 我們多了這個部分 是用來擺在 另一個信封的裏面 好了 將這個被暈的信封 打開 將這塊利仔放進去 好 然後 再將這一條 邊邊 放在這裏 少許而已 然後 摺上它 看出來 就會非常自然 對嗎 好了 開始的時候 自己看著這塊利仔 打開它 然後裝扮撕爛它 不用急 撕爛它 撕開它 將這個拿著它 放在一邊 然後 撕手指 吹一吹它 輕輕把我們 把裡面的一塊利仔 拿出來 讓觀眾檢查 實不知 鬼不覺 我可以 放在這裏 我可以 放在這裏 拿出來 放在這裏